相声圈跳门的事儿时有发生 各自的原因又有千差万别 只是像何云伟这一般的被郭德纲逐出师门 又转身欲拜侯耀华为师一事 似乎备受网友们的关注和质疑 毕竟如果何云伟拜师侯耀华成功的话 那么在相声里面 何云伟的辈分就和郭德纲是平辈了 这在以往的相声圈里并不常见 虽然一直有这个所谓的何云伟 要拜师侯耀华的传闻 但是一直没有见两个人有动作 但就在最近 侯耀华受邀参加了 书画界某位艺术家的拜师活动 在现场他宣布了一则 与这场活动毫无关系的重磅消息 那就是侯耀华执意要收何云伟为图 他在现场说道 如今很多人对我收何云伟为图 存在很大意义 我告诉你 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只要疫情过去 我就给他拜师 而且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来参加 有人对我收这个何云伟很有非议 我告诉你 我收定了 只要疫情过去 我就给他拜师 而且呢 希望在座的都来参加 谢谢你们 其实何云伟和侯耀华之间 已经很早之前就曾联系过 而且彼时就曾传出 何云伟要拜师侯耀华的传闻 不过自那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众网友也是一哄而散 近几年 侯耀华每每吃饭 或者游玩的时候 都会带着何云伟 并且小尾长小尾短的 叫的那是一个亲热 生怕别人不知道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在侯耀华的个人视频账号中 也频频的出现两个人 在一起吃饭的镜头 而何云伟就坐在侯耀华的身旁 单单的从这种饭桌位置 就可以猜得出来 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而被网友认为 侯耀华要认下何云伟的关键点 就是侯耀华曾经带着何云伟 到侯耀文的坟前祭奠 那个时候 两个人在侯耀文的坟前拍照留念 也是引发了网友的不少猜测 这一次简短的几句话 将侯耀华的所思所想 全部表达了出来 侯耀华说完之后 现场也是爆发出来热烈的掌声 从到会的人员来看 应该都是书画界 艺术界的一些从业人员 而侯耀华也是热衷于书画 加之其名人效应 应者也是较好连连 何云伟与郭德纲的关系 众所周知 侯耀华与郭德纲的关系 也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 作为郭德纲共同的敌人 侯耀华和云伟牵手 联合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两人是普通朋友 那也无可厚非 但如今侯耀华却铁定 要收何云伟为徒弟 这就是给郭德纲难看呢 如今何云伟早已经不是 郭德纲的徒弟了 何云伟拜师侯耀华 郭德纲显然也不会承认的 当然这也和德云社 郭德纲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这件事情 由不得郭德纲承认不承认 因为有人会承认 甚至还会有不少的知名相声名家 大家会参加侯耀华 收徒何云伟的百之一事呢 就相声圈而言 无论对郭德纲还是何云伟 侯耀华而言 这件事情都挺尴尬的 那么话至此 最开心的当属何云伟了 毕竟自打被郭德纲逐出师门之后 何云伟在名字上一直很纠结 而且在直播的时候 何云伟也声称自己将名字中的云字 还给了郭德纲 自己已经没有师父了 一个没有师父想要拜师 一个有心收徒 见财游连 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也是情理之中